你怎么回来了 你怎么回来了 不是你说的 要晚上九点结束吗 一个小时都不到 这是进展太顺利 还是一言不合一拍两三了 我就是随口说说的 其实你要是有事的话 我没事 我们继续 这好像是一拍两三了 我出去的时候 你说你练习了吗 练了 真借我看一下 还要检查作业 书出还不错 那是 我最近进步可大了 继续 我关这儿 好花雅在 要不跟她一起 可以啊 怎么还打上三为三了 没意思啊 练小规模团战啊 还挺勤奋的 小明啊 要不要考虑拜我为师啊 那什么呀 因为你的玉兔大神 快鸣花有主了 她最近早出晚归了 我都不知道干嘛 后来我听史莱姆包说 她好像有情况 但是我不能透过吗 意思就是说你以后得跟我混了 她没时间带你玩了 真的吗 真的 都已经早出晚归不安于世了 潜起 棉花 怎么不说话了 专心 我怎么就不专心了 你别打字 说话 小猪来送网袋了 回去呢 小猪 我让你买的酸奶 因为我已经LL了 谁 你还不冒 very 二 我已经冒搭了 因为你现在快去 那被冒了 你还记得转 我不打了 我还记得不听 你还记得另外一边 这个赶快去 你还记得去 还有一个男人 你还记得 我还记得 你还记得 我还记得 你还记得 我一直都记得 天天 我刚刚怎么在楼下改 俞老师 他怎么能上来啊 电梯指纹不是 都已经删除了吗 可是还有密码呀 本来密码也改过了 但是你老是忘记新的 就又改了回来 那你帮我去物业 再改一遍吧 改成一三一六 这是什么 至今为止我最好的战绩 十三告一告六 放心吧 我不会忘记的 今天是不是有点奇怪啊 怎么了 失散多年的前男友和前女友啊 都同时出现了 我跟他在一起大半年 有一天他忽然跟我说 他家里人不喜欢我这个职业的 他希望我退出娱乐圈 然后他再跟家里人讲 那我就说 我家里也不喜欢从商的呀 风险又大 而且动不动就破产 要不你先辞职呗 不然我家里也不会同意的 苏先生 其实很有才华 风评挺好的 你认识他 我大学读新荣的 这方面的消息 还是会关注一下 那你一定不知道他那么自立 你呢 我什么 你和夏晴啊 为什么分手啊 佩佩跟我说的 他说你们大三的时候在一起的 他经常跟我八卦同学们的事情 你要是不方便 你就当我没完 没什么不方便 工作的关系 本科毕业以后 我离开了北京 读了航天方向的术博 原来是玉笛呀 不过你当时报金融我还挺意外的 我一直记得你的理想是星辰大海 怎么就都金融专业了呢 那时候田的支援父母不同意 但是我觉得我可以两者兼顾 有点年少轻狂啊 可是你真的搞定了 还读到了博士 真不愧是我们班的学生 不过你怎么放假这么久啊 搞科研不是应该很忙吗 因为 我倒算放弃星辰大海了 我倒算放弃星辰大海了 我可以 我看一播啊 这长王一号都发射了 你的梦想被人截图先登呀 那不正好 等我出山 也许月球基地都建好了 我就以月球为起点 征服火星 飞出太阳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